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人文科学讲座的第二章 第二章第二讲 我们第二章的主题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在心里面描绘的世界是什么东西 简单的来说 我们的大脑里面内心对世界的投射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意识 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的潜意识要提升到我们的意识层面 需要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这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这个沟通的过程 其实牵涉到我们大脑的几种不同的能力 举例来说 我们的记忆力 判断力 理解力 学习的能力 这些等等 等一下我们会一一说明 那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忆 事实上是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只有七样东西 我们脑海里面可以同时处理 那应该也不是说我们脑海可以处理 就是说浮现在我们的意识层面 其他很多的运作呢 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好了为了证明呢 我们的 智力 就是在这七种能力之间呢 轮流转换 那我们呢会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的我们的记忆力 这里呢 有一张这个图片 各位呢 可以比较呢 左边的图跟右边的图呢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当然呢 有的人呢 看到是什么 皮包不一样 有的人呢 是看到高跟鞋不一样 但是呢 重点并不是说呢 我们一眼能看到 几样东西 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 记忆力的一种测试 我们如果把图片 遮住一半 只看呢 一张图片 没有比较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呢 自己什么东西都看到了 可是呢 真正要比较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我们一眼看过去 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细节 都把它记起来 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 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 并不是呢 事情的全貌 我们呢 要走到细节的时候 就需要怎么样 一点一滴 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 来做比较 把它画成九宫格 九宫格里面呢 看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能力 表面上好像一眼看过去 通通都看到了 实际上很多东西呢 只是呢 一个大概的印象而已 好 前面我们讲到呢 我们的记忆力 一次呢 只能记七样的东西 那我们再讲呢 我们的注意力 那如果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好像呢 小学生呢 第一次到学校去新生训练 那这时候呢 因为大脑需要处理太多的事情 因为他没有长期记忆 来协助他 所以每个东西呢 他都要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判断 那所以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变得什么 确生生的 就是 这个手脚呢 都会放慢速度 人呢 就会失去反应的能力 没有人呢 一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尤其是小朋友 天天带他去公园散步 换了一个公园呢 他就不敢去上厕所 因为呢 对那个环境不熟悉 那我们这个图片呢 看到的是呢 非洲大草原上面的长颈路 那我们一眼看过去呢 也是认为呢 了解我们这个图片 所表达的意义 但是 这里的天空呢 是不是比我们台东的更蓝 那树呢 是不是比台湾的山上呢 树更少 还是呢 非洲的树比较高 潮比较短 那这些东西呢 如果没有我们的长期记忆呢 看起来呢 都是什么 一般一般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个还不是我们的注意力的重点 我们注意力的重点是什么 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 看过一只长颈路 看过一只长颈鹿 他的脖子呢 到底是 凸起来一块 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骨头呢 还是一个肉瘤 他的脚呢 是不是呢 关节比我们还多 对不对 那他现在是不是 对我们有任何的敌意 那这些东西呢 都会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 竞争着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世界呢 其实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可以处理的东西 所以在熟悉的环境里面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安全与否的价值判断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忽略 把它放在我们什么 内心里面 那如果是陌生的环境 我们的注意力呢 就跟我们的记忆力是一样的 这个看到 但不一定能够能记得 所以注意力跟这个 记忆力两个呢 在竞争 我们意识的控制权 是要去注意呢 还是要回想 好前面我们讲呢 我们的注意力跟我们的记忆力 在做比对的时候呢 会竞争我们的工作记忆的容量 所以我们呢 只能做很小的一点点的事情 那我们再谈谈我们人类呢 一个伟大的能力 就是想象力 联想的能力 那 假设呢 我们现在被关在一个没有房间的屋子里面 虽然呢 虽然呢 这个屋子 假设是我们的教室 我们每天在里面上课 一桌一椅 我们呢 眼睛看到的时候 都很熟悉 因为呢 我们的视觉呢 就把我们建构了 空间的组合 那可是灯一关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失去了 我们对于这个教室的画面 这时候我们平常用的视觉 建构出来的世界呢 就一片呢 漆黑完全消失 这时候我们要重建 我们对空间的教室里面 空间的感觉 就要靠我们的触觉 那呢 东摸西摸呢 因为一片漆黑 找不到路出去 也不知道呢 距离大小远近 东摸西摸 摸到一片 冰冰凉凉光滑的东西 那这个呢 我们就什么 判断可能是 墙壁上面的黑板 对不对 那 如果说摸到粗粗的 也许我们的判断呢 就是什么 是墙壁 那黑板呢 可能还在前方的位置 所以这是对我们呢 眼睛正常的人来讲 我们对于这个教室的 这个布置跟那个 判断呢 是基于我们的视觉 那如果对一个盲人来讲呢 他脑海里面的世界 就是靠他的触觉 来建立的 那如果说 即使是用触觉 或是视觉 来建立这世界呢 视觉的好处 当然就是呢 我们的大脑的四神经细胞 可以接受很多的资讯 那我们经常看到电视里面有些呢 二座戏的节目 就是呢 让一些来宾呢 把手伸到黑盒子里面 去呢 摸摸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他的脑海里面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 长期记忆来支撑他 那他手伸到里面摸 就开始运用他的想象力 因为呢 以前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看过没有摸过 好像呢 你也许看过蛇 也有看过什么 蜘蛛 可是蛇摸起来是什么样 可能你不知道 蜘蛛呢 摸起来是什么样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呢 可是我们心里面会有想象 对不对 摸到毛毛的 就认为是什么 可能是蜘蛛 对 那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什么 软的毛刷 事实上在这个 探测的过程中呢 最恐怖的那一刹那是什么 刚摸到的时候 因为你刚摸到的时候呢 你触觉的 你触觉的是什么 还没有回到你的意识层面 可是你的身体已经有感觉了 那这个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做判断 第一个反应可能你就是直接缩手 大叫一声 对不对 想要下退这个陌生的东西 等你手收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触觉的感觉呢 才来到你的意识层面 才想到 嗯 惨叫一声收回来以后才想到 嗯 刚刚摸的是软软的东西 还有一些毛 所以呢 你还会伸手再去做呢 第二次的尝试 可是第二次的尝试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第一次摸到的感觉跟经验 所以呢 你已经有了一些预期 那你就不会这么害怕 所以人呢 最震撼的时候都是第一次 那第一次呢 也许不够 你要摸两次三次 才能够确定你到底呢 是摸到什么东西 下面是什么材质 什么材料 所以我们生活的世界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什么 在我们的想象里面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实际接触 就好像你怕蟑螂 可是你从来也没摸过 蟑螂到底怎么样 今天在盒子里面摸到蟑螂 你当然呢 感到什么 全身都怪怪的 觉得呢 也不是脏 也不是臭 可是就是觉得呢 全身都不对劲 那这个就是我们呢 大脑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呢 给我们直接的反应 我们呢 只能对自己熟悉的东西呢 去呢 做一些判断跟处理 好下面我们看呢 我们科学文明的进步 那这个文明呢 我们的眼镜呢 是什么 藉由呢 反复执行操作的数量 而不必呢 再去想它们 这个就已经变成什么 不知而行 就是变成反射动作 其实呢 这个呢 讲的是太玄了 对不对 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 好像现在人类呢 已经可以发射太空缩 飞到太空上面 再飞回来 发射人造的卫星 到火星上面去 那发射卫星的变数呢 千千万万 也许呢 这个风速改变了 或者是呢 气压梯度改变了 或者是什么 温度改变了 因为呢 世界上的变数太多 那 所以呢 要一点一滴的掌握 那这个就不是什么 没有一个超级电脑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人脑操作呢 比电脑还要准确 因为呢 我们有我们的 长期记忆的支撑 好像呢 科学家梁测呢 非洲土人 催见的这个路径 那经过他计算出来的路径呢 还不如呢 这个土人呢 心里面 所看到的路径 就是 虽然他也没有呢 去量量湿度是多少 温度多少 风速多少 可是呢 他却是百发百壮 那 文明的操作呢 成功的秘诀就是什么 不知而行 也就是 文明进步的动力 文明 其实是我们的 潜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不假思索的去做 第二次 人类航空的历史呢 一百年前呢 人飞到天上 再下来 没有摔断腿呢 就已经很高兴了 那谁可以想象 人还在 可以在没有空气的 情况之下 飞越太空 这不是人脑 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呢 就进化了 不 不可能 也没有办法的事 人类仍然有 大脑天生的限制 可是呢 这些限制 我们可以通过 电脑的帮助 建立系统化的知识 来呢 排除他所产生的障碍 我们心中的记忆力 注意力 跟我们的疑虑 能在于什么 我们这七样的工作记忆 竞争呢 的使用 我们因为排除了 生命中奇怪的部分 所以呢 把我们的注意力 留给呢 特别珍贵的地方 来适应呢 科学上新的事实 所以文明的进步 并不是因为 我们理性的思考 而是因为呢 我们通过了 一系列的操作 掌握了每一个 变数的惯性 那知道呢 要怎么样克服 这些变数 这就是世界进步的关键 如果呢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些变数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只能呢 小心翼翼 以免呢 遇到什么 麻烦 我们这第二章的第二讲呢 总结了我们人类的记忆力 跟我们的注意力 还有我们的想象力 以及呢 我们知识 文明进步的 合理化程序 那我们下一讲会继续谈到 我们的判断力 跟其他种种能力 对于工作记忆的要求 谢谢各位 对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